星光叛讀,老美打压中国,由政治踩到文化,凭什么,作者阮乐游 中美国力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本来中国只是努力做好自己国家的发展 怎料有一天,美国发觉中国的国势开始威胁到他们 所以自居为世界老大哥的美国就开始不惜一切打压中国 为的就是阻止我们迎头广想,影响他们所谓的一哥地位 之前老美对中国的政治打压包括老屈间谍,禁止售卖晶片 华为副董事长曼晚舟案等等,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中国底子口,中国人又够坚毅,怎会因为受到打压就跪下 老美一计不成,二计又生,就改为文化打压 较早前纽约时报中文版看出了一篇有关电影《流浪地球2》的评论 狠批近三小时错终複杂的故事线,流动霸出的主题和混乱的 显然得到了国家认可的政治潜台词,站不住脚的观点 有纽约第一部说,设定或许可笑 中国有自己的科幻片是中国电影的骄傲 但是在老美眼里,中国做什么都不好 所以科幻片观点会站不住脚,设定是可笑 想问一下美帝有什么科幻片设定是很实在,在现实中能够发生的? 阿凡达里面的外星人,老美是否可以确定他们存在? 潘朵拉星在哪?他们有没有飞船可以飞到南门二星系? 科幻片就是充满幻想元素,要用现实角度去鸡蛋里挑骨头 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合理,但是下下要合理又何来科幻呢? 再说政治潜台词,电影又要拉到政治话题上? 好,要数历史上有多少荷里活电影宣扬过大美国主义的? 拍车找到天光都未数完 老美有爱国的电影人,拍电影歌颂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为什么会被形容是得到国家认可的政治潜台词? 中国电影人不可以爱国吗? 由政治打压到文化打压,老美千方百计去抹黑中国 可惜的是,无论他们做多少东西,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的 好片自然多人看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流浪地球2票房高达37.3亿人民币 数字告诉我们,套戏并不是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差 相反,是吸引到数以千万计入场人数去看的好戏 老美,你们的所作所为又再一次徒劳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